我今天要介紹就是 舊尾龜怎麼算怎麼求的 舊尾龜有1比6 1比7 1比8 那我折中就做1比7的就好 那我先做 我先畫一條長的線 等等比較好看 那 畫一個 垂直線 因為我要求到這個垂直 因為我這是方隔眼的 所以我這樣對到線了之後 直到這個垂直線 那我這樣算1比7 這邊長度就是7公分 OK 7公分 那左右呢 好我這邊 這樣對比較好對 左右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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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將這個線連起來 那這個斜度呢 這邊就2公分 這邊就2公分嘛 2公分 那這個 高度呢 這個 就70公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1比7的斜度 反正這個月一半嘛 好 那這個就是1比7的斜度 那 我以前呢 這是我 十六七歲做的啦 那以前這個我用 雙面膠黏的 然後又 又用膠帶 那 當時因為畫線啊 這個是用圓鋸機鋸過 然後就黏在這一塊 木頭上面 那我就可以在上面畫 好 OK 那這裡有個1比8的 那一般 做的話 會說 斜度 取決於你的材料嘛 越軟的 就需要 就需要越斜 那越硬的可能 就可以做1比8 但因為這個很稀微啊 其實 我個人覺得無法 那如果說你是要用路打打 外面賣的 1比7居多 OK 那 有做過 拿幾種 就是 我會用這個硬的材料 最主要的是 因為畫線啊 如果你用木頭做 畫久了 是不是 容易變形 或者變軟 木頭比較軟 那我會貼一個 像梅賴板 因為梅賴板 頭會硬嘛 那我畫線 也不容易變形 OK 那 外面賣的字句啊 舊尾龜 我個人覺得不好用 原因是 因為它 這一塊是 垂直的 不太有引線 那我喜歡 這是斜度的 為什麼 因為 假設我要靠過來 包的舊尾筍呢 的斜度 假設 好 包的舊尾筍 讓我這一邊要畫線 反而 有這個斜度的時候 會比較好畫 它比較可以靠著 那 外面賣的有一種鐵的 就 沒有辦法畫到這邊 那 像我們 同學 可能 畢竟 圖塊 其實用木頭 做 畫線不要那麼出爐啊 基本上也是 也是可以用的 好 這是 用三毛舉 做的材料 好 但 重點是什麼 就是 兩邊的斜度要一樣 有的是 它鋸起來 兩邊調的不準確啊 那 到底是 畫線畫不密 還是做不密 比較沒有辦法知道 那 我剛剛說 假設要 畫這個線的時候 還會做一種 這種斜的 因為我這樣靠著 這個斜度 OK 有一塊輔助的 然後我另外一邊可以靠 直角龜 一樣可以畫 還有什麼呢 這個 那我說怎麼看這個斜度 這個 假設我要做單斜 這個也是 這個做一次都用很久啊 這個也是我 高中的時候做的 那這個特別是 就是 我會畫一個中間線啊 那假設我是 單斜的 我可以 對到那個平行線 水平線啊 那就可以畫單斜的 就微損 那我說 怎麼樣看這個做得準不準啊 你可以用自由角龜來量 那我這邊是密合的 那我另外一邊 也是要密合的 OK 那我兩邊 都密合的時候 我比較 斜度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 這個也是 這1比7的 好 反過 反過來 好 都一樣啊 那 以前我有做這種啊 就是鋁製的 對 那請人家洗 然後再去養脊這樣 好 也是可以用 好 那 就違規 大致上就是這樣啊 也不至於說 要花太多錢 好 像這個 我就覺得 很好用 這次我們同學 在製作的時候 示範就用這個來畫 那重點是 這個的內側要直角 我發現的時候比較不會有 不會有縫隙 好 就這樣囉